收到一个没名字的花盆 刚好有个造型扭曲的讯刺 换盆失败的时候就像穿错衣服的人 看起来别扭 之前换盆没把根捋顺 浪费了十年养成的老根 凌乱的根只要稍微整理 就能变成八爪根 我喜欢在上盆前修剪之夜 方便上线也方便任意角度的修剪 调整扭曲的角度是这次换盆的重点 飘之托之的配合也很重要 很多朋友这一步最容易放错 通常是先上盆后造型 上了盆这个步骤就变得很难 有人不敢修根留下太多不但对生长为好处 还可能浪根 好看的盆不能太大 根多了也装不下 这个花盆设计有点问题 为了卡住花盆周边一圈凸起会积水 不过这样的积水不会影响主体的生长 反而会给青苔提供更多水分 调好角度固定好就可以铺青苔了 这次老王家的青苔有点碎 不过水分充足的情况下 很快就能连片生长 第一次的浇水一定要多浇几遍 洗掉所有浑水 听说好看的盆景都要给起个名字 拜托你给起一个呗 顺便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